這是靈洋配與印度雙爬Ranky Ready Shetty 的第四次教手 之前印度組合握有著兩勝的記錄 比賽一開始,雙方都有些失誤 隨後雙方在中前場給對方進行平抽壓迫 不過印度組合卻掛網失誤 隨後對林洋配進行了一些壓迫 不過印度組合隨後對林洋配進行了一些壓迫 也給自己製造了機會 王麒麟在前場抓得很緊 隨後還可愛的跳步走了起來 林洋配好幾個連續攻勢都重破了印度雙爬的防守 而隨著李洋在前場非常好的銜接與連關動作 林洋配11比7進入到了技術暫停 休息之後 林洋配保持他們的連關攻勢都衝破了印度的防守 王麒麟好幾發強烈的攻擊都被印度給守下來 可惜最後用力擴大出界 王麒麟刷向Ranky Ready的精神位置 敵分一度擴大到17比10 不過隨後印度在中前場的壓迫影響到了林洋配 隨後雙方又再一次在中前場較量 不過林洋配拿下分數 就這樣來到了局點 王麒麟擊球掛王 印度雙塔挽救了一個局點 隨後王麒麟這個強勢的對角殺 印度雙塔也救得很漂亮 不過林洋的好幾發攻勢 終於把印度雙塔給攻下了 林洋配21比15拿下了第一局 第二局一開始 Ranky Ready這個聰明的勾對角 影響到了林洋的回擊 不過隨後林洋配很好地做到了手中反攻 給自己製造了機會 接下來這個多拍回合 雙方的進攻跟防守都做得很到位 這樣吃不下 不過最後王麒麟殺球掛王 在前後場的輪轉都做得很好 最後王麒麟這前場的撲殺 比數來到了6比5 先踢這個非常快速的攔截 讓印度組合再收下分數 隨著雙方都各自有失誤 比數又來到了非常焦灼的狀態 印度組合強烈的主動攻勢 讓他們取得1分的領先優勢 11比10進入技術暫停 技術暫停後 立揚黑的失誤 使得他們落後到了4分差 Ranky Ready這個中砲手 在後場的攻擊 也殺穿了林洋沛的防守 隨著印度組合的失誤 加上林洋沛前三派處理得很好 林洋沛就這樣1分1分的追了上來 4分 limb 王奇麟的奇林幣在後場進攻取得了很好的作用 伊洋沛再次在前三派取勝 18比17領先 王琴琳前场一时非常好 米洋配就这样来到了他们的赛点机会 不过随后王琴琳在后场的一个击球挂王 比赛来到了20平 最后双方在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之下 都各自取得了分数 逆分一直僵持不下 来到了22平 米洋很快的在前场找到机会扑杀 米洋配又再次来到了他们的赛点机会 印度这个质量很好的往前球影响到了王琴琳的出手 印度组合再次来到了他们的赛点机会 印度组合保持着他们的主动攻势 各种连贯的攻击 最后杀穿了林洋配的防守 就这样以25比23拿下了第二局 特别提升 虽然以 Ergebnis 决胜局一开始 营养配善用他们良好的往前技术 也给自己制造了不少后场进攻的机会 更是打出了5比1的良好开局 印度组合很好地做到了手中反攻 也影响到了李昂佩的出手 李昂佩很好地善用前三拍给自己制造机会 李昂佩在中前场压迫到了印度组合 11比7领先4分来到了技术暂停 休息之后李昂佩在前场处理 都给了印度组合很大的压力 而接下来这个画面更是经典 两位默契太好同时起跳 虽然撞在了一起不过就还是收下分数 忘记灵聪明地把球推到这个刁钻的落点 逼分来到了7分差 但随后李昂佩的好几个失误 中了好几分 忘记令这个质量很好的发球 把逼分带到了19比12 不过印度组合没有放弃 找到了李昂佩中前场的这个空打 李昂佩的一个判断失误 一分缩短到了4分差 李昂在退到后场的时候也不慎摔倒了 不过幸好很快的调整了一下 似乎没什么大碍 结果反而是Shetty发球发短了 李昂佩此时握有着4个赛点机会 李昂佩的亲三派压迫到了印度组合 就这样以21比15 23比25 21比16 拿下了最近士气如红的印度双塔 Rinky Ready Shetty 首次闯入他们生涯首个750赛等级的半决赛